2002年10月3日 天涯鬼话板块中一位网名叫宁公子的楼主发帖 讲述了他合租室友去世之前和之后发生的无法解释的离奇怪事 该帖完全可以说是天涯关闭前期为数不多的经典神帖之一 虽然发布后每几个月的时间天涯就被彻底关停了 但由于该帖当时的热度极高被众多网友转载 从而得以保存了下来 那么话不多说 咱们开始本期的故事 去世的室友好像并没有离开 事情发生在2021年的夏天 当时正在上海读大学的楼主准备考验 考虑到同寝室几个经常通宵打游戏的哥们可能会影响自己 所以楼主原本是打算回家备考的 但由于当时的特殊原因 楼主担心自己会因为被封在家里错过报名的时间 所以一直都没去 最终在多方考虑之后 楼主决定就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学校 可是上海的房子租金特别的高 所以楼主首先想的就是找人合作 在一通打听之后 楼主找到一位去年没考好正在备考二战的学长 这位学长姓李是那种很认真但不够灵活的人 做事一丝不够 他平时除了埋头苦学 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 楼主喜欢和这种人打交道 不用担心对方会耍什么坏心眼 所以他就直接找到了对方 并提出想要合作的邀请 学长同意后 两人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套环境 虽然不太好 但价格却很优惠的两居室 楼主和他合作之后才发现 这位学长的强迫症和洁癖比较严重 平时自己回家拖鞋就是随手一扔 每次学长看到后都会给他摆好 还有他扔在沙发上的外套和脏衣服 学长也会给他叠好放整齐 有时候楼主忘记关灯 也全都是学长每次发现后给关上的 到后来楼主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也开始慢慢地养成了随手的好习惯 由于两个人都是在备考研究生 所以在合作之后就经常一起学习 一来二去的两个人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 到后来基本上每天都在一起 这几个月里两人一起探讨互相讲题 学习也是渐入了佳境 但好景不长 不久后学长整个人的状态似乎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学长的变化大概是在十月上旬的时候 楼主说似乎是报名考验之后 学长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 虽然还是经常和楼主一起去图书馆看书 但平时却不和楼主一起出去吃饭了 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点外卖解决 似乎是不想浪费一分一秒似的 楼主也劝说过学长让他注意心态 但可能是因为学长这种较真的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是一点都没听觉 一直都是学习到很晚 然后第二天一早就会叫楼主一起去图书馆 那段时间楼主都开始有些受不了了 他严重怀疑学长真的不会困吗 不久后楼主注意到 学长似乎开始变得沉默了 平时很少说话 就连早上叫他的时候也只是敲敲门 没有和以前似的喊楼主名字 还有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的错觉 他总能闻到学长身上有股若隐若现的臭味 而且似乎学长的房间里也在往外散发这种味道 这就很不对劲 之前咱们说过 这个小李学长是个有洁癖的强迫症 房间很干净 就算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点外卖 但也会在吃饱后立马把没吃完的剩饭丢掉 可渐渐的那股臭味变得越来越浓重 就算在客厅里都能闻到 楼主说那像是一种什么东西腐烂了的臭味 异常的难闻 他问过学长好几次 但每次都被学长以各种理由给敷衍过去 楼主又不好直接去学长的房间里看 所以就只能叮嘱学长轻打扫 又过了几天学长不再早起敲楼主的门了 他说已经把要看的书全带回来了 以后就在家看书学习 就不和楼主一起去图书馆了 楼主说从这天开始 学长就再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房间 哪怕是每天都住在一起 但楼主却再没见过学长一次 但这期间学长的房间 还是会时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的臭味 两天后的上午楼主正在图书馆里复习 学校的辅导员突然跑来找他 看导员一脸慌慌张张的神情 似乎是有什么十分紧急的情况 楼主隐隐地感觉到事情不太对劲 赶忙询问发生什么了 导员一边拽着他往外走一边问 你是不是在学校外面租房了 楼主他们学校其实是禁止在外租房子的 但对大肆的学生管得不严 所以楼主并没有藏着掖着 承认之后再次询问导员发生了什么 导员就让楼主带他去出租房 说是和楼主一起租房的学长死在宿舍 导员说他刚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让他带上楼主马上去现场 楼主整个人都猛了 这怎么可能 自己前几天还和学长一起来过图书馆 怎么这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回到出租屋 现场已经被拉起了警示带 楼下还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 房东也来了正在被警察问话 楼主刚想走进去就被拦了下来 出租房里此时正在向外散发着阵阵腐臭 就是前几天楼主闻到过的味道 但此时那股味道比之前要浓烈无数倍 楼主都忍不住的开始干呕 门口围观的邻居们也都在纷纷议论 说怪不得之前总是能闻到臭味 之后楼主就被带回了警局问话 这才洗脱嫌疑被放了回来 问讯期间楼主得知 法医鉴定学长已经死了十多天了 他很震惊大呼不可能 自己明明前几天还和学长一起去过图书馆 他怎么可能死了十多天了 听到楼主的话后 警察去图书馆调了监控 还对楼主进行了测谎 测谎显示楼主说的都是实话 但图书馆的监控却很是诡异 监控中一直都是楼主自己一个人 坐在图书馆的书桌旁看书学习 但他却表现得像旁边有另一个人一样 一直在向着身旁的空气说话交流 这就导致在场的人一度怀疑他的精神是否正常 还带他去做了检查 最后得出结论 可能是楼主之前就见到了死去的学长 但由于太过惊骇和恐惧难以接受 于是大脑紧急避险刻意忘记学长去世的事 然后还自己异想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学长幻觉 楼主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只能勉强接受了这个说法 由于不是他杀 所以在通知了学长的家人后就结案了 出租屋也被打开了 楼主可以随时回去 当然了他赶回去才行 房东阿姨找过楼主 意思就是这间屋子不要他房租了 想住多久都行 但千万不要到处传播这间房子死过人的事 楼主当然是不会继续住了 甚至连自己的被褥等物品都不敢自己去拿 没有被褥就没法在宿舍住 所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在女朋友的房子里借住 但这也不是个办法 女朋友也是和别人合租 住久了也不方便 再说了衣服和被褥肯定得去拿 所以在几天后 楼主就和女朋友一起去出租房里收拾东西去了 楼主的东西不少 两个人吃不午饭就去收拾 但天都快黑了还没弄完 女朋友租房的地方离这里有不短的一段距离 楼主想着生点事 反正有女朋友陪着自己 不行今晚就直接在这住 晚上把灯全都打开 女朋友有点害怕 不愿意住在这个隔壁房间死过人的房子里 但想着回去又坐地铁又转公交的确实费劲 也只能同意了 虽然决定住在这里 但两个人心里都没底 也是 这情况换谁都得害怕 当晚两个人都没去洗漱 衣服也没脱 把房子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后就睡下了 睡到半夜的时候 楼主感觉到有人在推自己 睁眼一看是女朋友 她像是被什么吓到了似的 此时正在浑身发抖地用手指着房间的门 但很快楼主就意识到 其实女朋友指的是外面的客厅 因为她听到了外面客厅里有很清晰的脚步声 有人在走动 楼主赶忙安慰女朋友说 别怕 我出去看看 有可能是房东来了 说完楼主就起身朝外走去 可刚打开门楼主就愣住了 外面客厅里一片漆黑 灯被人关上了 楼主心里开始打起了鼓 明明刚才还听见外面有脚步声 她不敢多想用手机照明去打开了灯 随着灯光亮起 楼主的恐惧感被彻底地拉满了 这种感觉太熟悉了 自己和女朋友拖在房间门口的鞋 此时被整齐地摆在鞋架上 白天收拾东西时 自己拖下来后 随手扔在沙发上的外套也被跌起来了 楼主害怕到了极点 她清楚这是小李学长回来了 来不及多想 楼主跑回屋拉起女朋友 鞋都没换就跑了出去 到楼下之后又跑了一段距离 楼主猜胆回头去看 这一看不要紧 楼主的冷汗再次覆盖了全身 出租屋是黑的 她明明是打开灯后 看到衣服和鞋子就被吓得跑了出来 当时她连鞋都没来即换 那肯定是来不及去关灯的 但此时灯却灭了 楼主知道 这也是那个有强迫正爱收拾屋子的小李学长关的 这一晚注定无眠 天亮后 楼主给房东打去了电话 先是询问了对方昨天有没有去出租屋 在得到对方的否认后 楼主又请房东阿姨帮忙把自己的行李送到小区门岗 说自己最近有事 等有空了直接去小区门岗那里呢 阿姨同意 两天后楼主去拿回的行李离开了那个小区 再没回去过 值得一提的是 楼主在帖子的结尾说 自己已经考上了研究生 回想起以前和学长每天一起学习的努力时光 这也算是给学长一点微不足道的威解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下欢的小伙伴多送小花花 咱们下期再见